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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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繼續《引民必答》的环节 這節嘉賓請來王偉豪 Wafi 和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Wafi 你好 Wafi 我們這節主要是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網友叫郭輝 Chen 在7.06 買了1070TCL多媒體 他就說這隻股票經常都不是跟大市 這隻股票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目標價是多少呢 7.06的家鄉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看看TCL多媒體最近的新聞 上個星期 TCL多媒體獲控股股東 TCL集團是增持800萬股 今天又有消息 就是中指向高層配股的消息 其實兩個消息都應該對股價有一點支持 看到股價今天是靠穩的 4.37 不過真的距離這位家庭觀眾的賣入價 是有一段距離 7.06可否回到家鄉呢 其實以7.06才買下 現在就只有4個多元 變成真的跟你的賣入價比 還有一段距離 我覺得未必這麼快可以回到你的賣入價 但當然我相信以TCL多媒體來說 其實有機會再有一個向上 抽多一層的意味 因為其實近期的看法來說 我覺得不算太差 只不過一來之前那一層 收回整個市市都一起下跌的時候 其實很難是真的不用跌的 變相一個其實全部股都跌 不是特別有什麼問題出現 所以反而你看到 去到近期所謂低位之後 都接二連三 有些高層的增持 或者中指配股的跌跌等等 以上這些因素來計 我相信對股份的股價 都會有一定證明的支持 而且以本身的基本面來說 特別的銷售數字來看 雖然6月份的數字 就好像沒有5月份或4月份那麼強 因為6月份來說 LCD電視的銷售量 按鈴都只是增長2%都不到 但我覺得在這些按鈴的變幅 特別是去年6月份的基礎比較大 形成增長才比較慢一點 按鈴的程度上去看 其實明顯地見到逐步逐步改善 而且我也相信 隨著近期或今年回來 內地樓市的賣樓方面 都已經不錯的時候 其實對於電視機的銷售來看 我覺得都會有一個不錯的帶動 所以看法上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所以與其你7元樓上有貨 都持有這麼長時間 或者前一排跌到3元 哪些位置都沒有走的話 現在其實真的再持有它 因為剛才也說到一點 我覺得未來有機會再轉步 向上彈了一點 因為從技術上去看 其實有機會初步調整是完成的 因為你看到 譬如今年1月份回來 不斷有個上升的洗頭 但之後去到4月份左右 有個明顯調整 之後又再彈高一陣 變相兩下來計 都在大約8元邊有一定阻力 而成了一個雙頂 而這個雙頂來說 項線位置正正是大約5.5元附近 如果這樣拉過去看 五個半至八元邊 大概欠兩個半鈴錢左右 剛剛回到後 就是三元邊的一個支持 所以日前來計 去到三元這大位跌不穿 所以變相只要接下來 三元這個位置仍然不穿 我相信這個雙頂走完之後 其實有條件稍為做好一點 所以變相這一陣來說 我覺得如果想減房也好 起碼等股價 看看大約五個多元附近 才會逢高減房比較好 明白 不過前景來說 都可以看好一點 可能目標價會不會也要看八元呢 當然如果 以剛才提到 前景上我覺得是OK的 但你說可不可以看八元的話 一來我覺得現在就難一點 因為現在就是四個多元附近 如果升到八元 要回到差不多一倍的位置 所以變相短期來說 先看看剛才說的雙頂項線位置 大約五個半鈴錢附近 如果去到那些位置 到時動力都夠的 破到的 再看看高點的未遲 好 回答另一位電郵問題 電郵方面是由來自Lee Moon 他就想問三九八八 中國銀行會不會回到五元的價位呢 現在中國銀行現價正在做四個五毫三 升幅大概有百分之二 這一陣內地股市也有一個聲勢 會不會中國銀行都可以跟隨內地股市 做好呢 當然我覺得如果以中國銀行來計 要試五元這個位置 其實機會性還是高的 因為其實現在都是四個五毫多 變相都是升多 我想一成都未到的水位 就應該回到上去 機會性不是沒有 因為始終就一來 之前經歷了一陣的跌落 無論它自己的板塊好 它自己好 或者整個市都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以外地的一些 暴力舊市的取向來說 都是夠一些所謂的大籃炒 或者托著某些大價股為先 雖然這些是幫A股會有大力作用 但是始終慢慢慢慢走出來 如果假設你看到做的做法 是令到市場都覺得是OK的 托得到的 我相信連一些世界股也好 或者連H股這邊的股份也好 應該慢慢都會站穩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以這樣去看 似乎經歷國之前那一陣的跌勢之後 現在就相對算是善良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說 現在市場就難說 是不是叫做重拾化的聲勢 真的不敢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來說 縱使叫做慢慢站好一點也好 未必太太多了 所以變相這一陣來說 的確是以5元邊線做回這一陣的目標 但當然比較好少這樣說 以中行也好 或者留人股也好 比較好少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的股值真是便宜的 所以本身股值也便宜的時候 你看到之前那一陣就是有跌到 但是跌幅相對很多其他股份來說 其實真的相對比較少 明顯地就是它的股價比較便宜 所以不是太需要大的股額 所以這個因素存在之下 股份股值也還是比較便宜 我相信慢慢慢慢也不會太大跌到去哪 但是以5元做回目標線 而下面來算 以早派的一個低位 大概4.07元 做回支持位 會不會內銀股方面 都會最看好中行這隻股份呢 因為它有一個潛在的混改概念 如果以之前來說 其實內銀大家都知道 基本來說 其實很多不同因素 是刺激著它們 一來整個行業來計算 又有一些雙降 又有全貸比的上限取消等等 再加上各別銀行來計算 更加有全貸運改 例如之前交行就申請做 現在全貸下間即是中行或是招行 沒錯 這些因素仍然存在 但是這一刻來計算 這個因素 所謂的運改因素 會否對中行造成一個進一步的帶動呢 如果之前這樣問 我覺得就是 但現在來說 暫時不算太樂觀 因為反過來看 運改這個原意 都是引入民間資本 即是將股東的權力分散 做回這個制度 即是不是太國有化 但以之前所謂的舊市的取向來講 目的是令很多國家隊 去入市 托市去救股份 所以這個因素 同方運改其實是有少少的背道而馳 所以反而如果這一刻 是真的要走到所謂政府 少少的干預市的時候 我反而運改這個角度 可能會反而是慢一點 所以這件事來計 未必對中行造成一個進一步的刺激著 所以以這刻來說 我覺得浪漫股 直接來計 整體的看法不是太大出入 可以說差不多 因為剛才說的運改的概念 我覺得暫時不是太重 雖然無論中行好 或者建行都好 這些股份 我覺得在這一陣 慢慢都可以稍快留意 另外留意 看到今天有些半身股 被人炒上來了 上個星期上市的時候 市況很不適合 看到內地股市和港股方面都大跌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因素 今天可能市況逆轉 這些半身股 例如6836天穩國際 升幅都有超過兩成 還有老正期貨 都升了超過81461 這個股份 會否因為這些因素 市況逆轉 所以看到半身股 都可能被人炒上去 其實我相信也是 因為以這些半身股 比如天王國際好 或者老正期貨這些都好 不算是太大的新股 不是名字特別響 或者是大家覺得一定很好的股份 不是全窩窩蜂都會抽的股份 所以其實之前是 大家都稍微忽略了 基本上以來 之前市的確是比較差 所以令這些比較小小的 或者比較差的新股 其實前一陣子做得比較頑 所以在某些都穿過招架的時候 變相更加之底的時候 你說這下 在市場慢慢 還有一點點 站穩穩一點 部分的資金去炒上去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相信這樣說 剛才提到的 這堆新股 不算是甚麼大的新股 或者是可以持有太久的新股 所以我覺得資金上的取向 其實可能比較短線部署 因為二來二分這刻 雖然市場慢慢站穩穩一點 但之前兩次都說 就是市是否看得很好 或者是否等於可以再去彈高一點 真的不敢這樣說 所以我相信大家的心態是一樣 對市看不通的時候 反而就短期追一追半身股 炒一炒作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這一兩天 可能有機會 這些股份會繼續做好一點 但我過完這段時間之後來計 因為這些股份 其實不排除資金流走之下 可能又會有些整股也不出奇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都可能考慮一下短線的持有 多謝Wafi你的分析 和你做回申報 剛才我們講過的指數相關資產 或者是各地的股份 請問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謝謝 有稍後會有五間總結 待會再和大家見面